有多个团体到政府总部和行政长官吹世安会面 就明年的施政报告提出意见 团体引述吹世安说 会研究将收回的限制土地、兴建公屋 和调升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津贴 公职人员协会理事会主席高天慈在会后说 他们反映的意见包括兴建公务员宿舍 公务员申筹应该调升7% 和增加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津贴等 基层生活津贴长官同意 亦等有关申筹病业委员会的意见 原则同意加基层关于我们所提出的 增加70点给他们 对于这个意见长官开放式接受需要加的津贴 他又说行政长官同意在五福田海土地里面 预留土地兴建经济房屋 解决居民的住屋需求 并且感谢您的设计